嗨, Tokashim Taka desu 相信大家應該都看過我整理房間的影片了吧 嗯?沒有看過嗎? 右上角資訊卡,點一下好不好 好啦,那這一集就如標題所見 我要來把大型家具撤掉了 今天要撤掉的就是這個雜物桌跟那邊的電腦桌啦 除了太髒,太舊 再來就是,臭死了 我的預計是把它全部換新啦 在這之前,我必須先把這邊 這個大型家具給它清掉 那這個大型家具的部分呢 剛好非常幸運的 我家社區出去以後呢 它是可以放廢棄的大型家具的 首先我們要先想辦法把這個桌子從房間裡面搬出來喔 欸,不是吧? 這比我想像中的還重 不行啊,又拖得很傷地板耶 我的地板是木質的 這樣有點不妙啊 喔~~ 我覺得我是不是有必要先把這個拆掉啊 trib là 怎麼不可能那麼大個直接搬下去吧 我先把它拆掉好了 是不是 这样就好处理多了 我在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拆掉的哦 能拆的地方尽量拆 这样搬起来才比较轻松嘛 看起来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拆了 不过这样确实好搬多了啦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部分一个部分 慢慢的把它处理掉吧 加油 来各位 看到了吧 外面也一样这么乱 那外面会乱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妈最近也在整理外面啦 那外面这些 暂时别管它吧 哇 我只是拿这两块板子而已 诶这重量其实不轻诶 尴尬了 这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个可以放废弃大型家具的地方 那我动作要稍微效率一点哦 它中午就会来载走了 加油吧 想一下要放哪里哦 随便啦 这里就好了 那剩下的零件也是一样啦 我就慢慢一个一个把它们搬下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把它处理掉了 我现在已经记取教训了啦 大型家具一定要在房间里面就拆解完 要不然 你根本不可能搬得出去 那 这个电脑桌 我就先把它拆掉吧 拆掉之后 我们再一片一片的把它处理掉 我们就开始吧 一块板子拆下来了 两片板子 三片 四片 五片 六片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片 这个应该还可以再拆 七片 八片 九片 这滑轨的部分没有螺丝 我就只能用暴力拆了 反正以后也用不到 弄坏的也没差 是不是 那这样我的电脑桌就全部拆完了 各位应该想象不到 这些原本是电脑桌的部分吧 现在变成几块木板 变成11块木板加一个抽屉 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那我们就一个响指 I can die 那两张桌子 已经全部都处理完了 我完全不知道整理房间是那么累的事情 但是做到这个程度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 那我们就先把里面稍微打扫一下 那个角落啊 平常扫不到的地方 不只是老鼠的排泄物啊 灰尘啦 木屑那些什么都蛮多的 我用吸尘器把它们吸一吸 今天就先这样吧 今天先这样 我要休息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